聖母聖醫堂在2001年重建,由湖鎮中書記重新奉獻。 其實我們的聖堂在1950年名叫做練靈堂。 1957年我們改名為聖母聖醫堂。 我們的故事開始於1842年。 當時香港政府批出了山坡, 即是今天的聖法蘭士街斜坡的一帶, 用了天主教墳場。 這就是天主教在灣仔最早的足跡。 1845年, 教會在墳場附近搭建了馬屋, 稱為聖方濟郭小堂。 還有一間小醫院和戲嬰院。 在當時的情況, 灣仔聖堂可以說是天主教會在香港裡第二個傳教站。 在1848年, 聖寶禄修女接收了56位戲嬰, 並成立了聖童之家, 位於聖英里, 即是今天的光明街。 教會在聖方濟郭小堂附近搭建了一嬉茅屋, 被教友遭住, 逐線形成了進教委。 1851年, 戲嬰超過數百。 聖寶禄修女續將聖童之家遷往海旁東邊, 即是今天的硬頓街自離節街一帶。 隨後, 1852年, 教會開辦了第一代聖方濟郭醫院。 1864年, 在今日進教委見了一座正式聖堂, 名為聖方濟郭堂。 在1868年開始, 加勒撒人外會修女到了灣仔, 於進教委一大服務。 欲憂扶藥, 坐貧解困, 包括接辦和重開聖方濟郭醫院, 教授要理, 開辦學校, 探望病人, 關懷臨終, 成立修養所, 照顧婦女孤寡, 和組織灣仔聖方濟郭堂女教友, 成立聖母七婦會, 到春園街一帶協助重量的婦女。 19世紀, 香港聖雲師會在灣仔聖方濟郭堂 開始為窮人服務, 直到今日。 1875年, 位於瀋華坊聖方濟郭醫院房舍被捕與毀壞, 醫院服務臨時搬入進教委。 之後, 聖方濟郭醫院遷往新子, 即第二代的聖方濟郭醫院, 位於今日聖方濟郭小學為止。 1920年, 加拿薩修女在灣仔所辦的學校獲得政府的資助, 成為聖方濟郭學校和聖英學校。 於是, 環繞著聖方濟郭堂的各項教會服務, 發展成形。 1922年, 位於進教委的聖方濟郭堂拆卸, 教友唯有在聖方濟郭醫院參與黎薩。 1930年代, 尼亞各神戶到灣仔服務, 團結教友, 並設法重建聖堂。 1936年, 恩利各主教, 特應重建聖堂。 1939年, 熱心教友, 黃順英, 慷蓋馬夏聖街一號地皮, 捐贈教會建堂。 1941年, 戰爭爆發, 香港淪陷, 建堂工作暫停。 香港, 光復後, 教友繼續為建堂祈禱及磨捐。 1950年, 位於聖街新聖堂及小學校舍落成, 名為年齡堂。 1951年, 基立學校遷入年齡堂府前的校舍。 年齡堂的建立得來不易, 教友省是省村, 將一分一毫的儲蓄盡獻所能, 黑己守齋, 奉獻年齡彌薩, 籌集建堂的費用。 1953年, 程野昇神父, 魏允輝神父, 在年齡堂遭謀殺, 為主殉道。 1990年代, 灣仔區人口轉型, 教友數量銳減。 1994年, 基立學校功成新墜。 同時, 聖堂位於校舍三層樓之上, 沒有電梯, 令到年長教友極為不變。 1997年, 教區賣出星街一號地段, 給發展商興建住宅。 換來的款項, 用來資助教區多了新的聖堂, 並且在原子新建的住宅大廈地下, 重建聖母聖醫堂。 2001年, 重建後的聖母聖醫堂, 由湖鎮中書記重新奉獻。 2019年, 聖母聖醫堂因為地理的環境, 在社會事件中, 成為接待市民遮封黨禦的療商站。 2020年起, 新冠疫情期間, 聖母聖醫堂又成為天主慈悲的支援中心。 開放聖堂, 工人用線, 每週探訪街友, 並且與他們做朋友, 送陣口罩, 防疫物資, 飯券, 購物券給任何有需要的人士, 並且在日間接待和支援有需要的朋友。 在這個非常時期, 聖母聖醫堂開拓了直播梨撒, 以及各種網絡的媒介, 培育教友的信仰生活, 及關顧移民海外教友的需要。 我們由衷感謝天主, 2023年聖母聖醫堂在天主照顧之下, 教友群策群力, 經過這五個月的維修和徹底翻身, 再延光芒。 教友在樂圈維修時所提供的聖人方表, 亦是我們需要效法的, 展開福全新的一頁。 在樂圈維修時所提供的聖人方表, 在樂圈維修時所提供的聖人方表, 在樂圈維修時所提供。 各位兄弟姊妹, 聖堂義氣一樣, 教堂敢於樂圈維修, 已經完成了來, 是用色頭轉造的, 是營地造的。 好了, 教會呢, 未曾完成了。 讓我們每一位, 都能夠參與, 都應該參與, 共同堅持, 一個精神的團體, 精神的宮殿, 天主的天意, 神的影響, 讓我們每一位, 意識到我們的使命, 以到靜我們的力量, 去捉住它, 去現成它, 從今, 到遠, 聖體力行, 神會見證。 嚴天主, 光復我們每一位兄弟姊妹, 祂請我們的使命, 祝好天主的婦人, 和天主合照。 祝福及智及聖神之命。 阿媽。 聖母對耶穌說, 他們沒有酒了。 聖母又對博亦說, 耶穌吩咐你們做什麼, 你們就做什麼。 聖母對焦蕰